花坛国际青年商会23日在花坛乡三春国小举办 花坛乡稻田彩绘季 三春老树亲子联欢践行购活动 这场活动吸引了全乡千人践行 共赏田园风光 活动中还有社区巡礼 及社团节目表演等活动助阵 透过这样的一个扶老师 大家在我们的花坛 还尽量大家在那里践行 不但能够增进亲子之间的感情 也能够让我们强生 让我们身体健强体魄 更能够深入我们各个田园 了解我们花坛之美 活动的整场最主要也是来自于 李建市以及主委的分工合作 然后才可以把全民践行的活动 办得有声有色 花坛国际青年商会举办践行活动 让民众体验花坛稻田彩绘季 三春老树之美 透过扶老西幼在花坛各村落间践行 不但能增进亲子感情 也能让我们身体健康 更能深入田野了解花坛之美 公益频道张华允花坛采访报道